字幕再次 好 那么就是这周的 ACG一些新闻消息 嗯 然后 大家应该都有在看《猎人》吧 《猎人》上 酷拉皮卡上传之后到现在 已经过了好几年过去了 都没有消息 我没有看 好 没关系 我没有看 赶快去看 你看動畫就喊,你看動畫就喊 神作神作 就是獵人他們編輯 就上年Jump就說 他4月12的時候要發表 跟獵人有關的最新情報 難道父親要畫了嗎? 要畫一集單心本 然後再繼續休息了嗎? 你們之前是不是有說他們好像有換 畫的人好像有換 沒有啊!不是不是 那個是驅魔少年 可是驅魔少年不是換畫的人 是那個老師生病 所以他才換手畫 換手畫 然後整個畫風就大變 好 然後就是那個獵人會有最新消息 然後我悲觀的預測就是 我覺得父親會不會直接說他不畫了 就不要在那邊擺爛 他是老人嗎? 就是阿伯阿 4、50歲了吧 然後他是因為他腰很痛 就是他長期姿勢不良 然後他畫畫的時候手都這樣子捲在一起 然後導致他這邊跟他的腰都很痛 然後他就 他有說過他不想一直畫的 沒有動力了 是因為他畫了那麼辛苦 結果賺了那些錢 大部分都被抽稅抽掉 因為他賺太多了嘛 所以基本上可能一半的錢都 或是一半以上的錢都被抽走了 他就覺得很 他沒有動力 然後那麼累 然後腰很痛 他也可以開那個贊助連結 我們粉絲捐錢給他就好 就是這樣子阿 他又不缺錢 他太太那麼會賺 他太太是做什麼的阿 他太太是畫美少女戰士的阿 喔真的嗎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他太太畫美少女戰士阿 然後他 你就想說 所以他們是漫畫士家耶 對 而且他太太家超有錢的 他太太是大小姐來畫漫畫 他說是 他去交原稿都開寶石街去開 去交原稿 嗯 所以他們就要不缺錢 你要想美少女戰士都完結多久了 前陣子不是新版美少女戰士嗎 對 然後美少女戰士不是跟一大堆化妝品聯名嗎 對啊 然後又出什麼 我就是有去買的那個人 對啊 鞋子嘛 然後服裝嘛 然後你看GU不是也是 所以他們根本就不缺錢 他靠那個角色連動就夠了 嗯 好 所以我就怕附件他 他決定不畫了 我是覺得有可能是這樣 他現在劇情到快完結的地方了嗎 還沒到喔 就才 什麼都沒有 現在才要前往黑暗大陸啊 然後 黑暗大陸的船上啊 然後庫拉皮卡就上船 就沒有了 沒有了 對 就是這樣 小潔我已經好幾年沒看到小潔了 小潔這個名字我很熟悉 小潔跟奇亞 嗯 好 然後 下一個就是我們今天錄音的當天 嗯 就是昨天晚上11點 我就已經看了 狂十一版 巨人的完結片 我哪有狂十一版 我都沒劇透 我很努力 因為啊 然後如果大家想要看正版的日本的生肉的話 會推薦你們下載一個APP叫做什麼 MangaPoke 就是 應該這是口袋 就是漫畫口袋 然後是那個講彈射的官方的 然後就是 儲值你就可以看最新的這樣 大概 120日幣吧 最新的 不貴 不貴啊我就買了 11點多就看到推特趨勢 然後就說更新的更新的 我現在馬上來 我現在馬上來買 所以我就看完了這樣 嗯 我就不 不再多透露什麼 以免 又嚴傷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我自己個人 嗯 有在關注我就是 左鶴偶像是傳奇 捲土重來 第一集 它是新的一個系列嗎 它就是新 第二 第二集 第二集 昨天11點 噢 我蠻好看的 對你細半個是這個啦 對我細半個是這個 生啊 我大左鶴 左鶴偶像真的很好看喔 我推薦大家 雖然你覺得第一 第一季你看前三集 你可能覺得 這些人在幹嘛 你繼續看你不會後悔 嗯 好 好 這就是 我這個禮拜還比較少 沒有什麼新聞啊 就是這幾個 我有在關注 下禮拜就會回歸到我們的正規啦 對 會介紹日本的時事 對 然後就是盡量挑有趣一點的 對 不給承諾啦 有可能還是會有參雜一兩個 我們覺得重要的 得獎的這樣子 好 能聽到這邊的應該都是粉絲吧 真的很謝謝你們聽到這邊 因為就是沒有內容 就是我們兩個的事情而已 嗯 好啦 那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聽 歡迎在粉專或是在我們的Podcast底下留言 只要搜尋日日之聲就可以找到我們喔 我是EJ 我是Hika 我們下週見 掰掰 日々の声 バイリンガル Podcast また來週 また来週 また来週 我們下週見 2